我们来集中看一下HTTP2.4的新特性 现在各位用到2.4的话 我们注意一定要几点 第一 MPM可以运行时装载 这个已经给我演示过它的效果了 对不对 那各位需要注意的是 在编译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期望使用它 可以在运行时随意切换这种方式的话 你看刚才我们用的什么选项 什么enable MPMSshared 是这样子 等于all 然后使用-with 例子MPM等于比方event 这表示我们使用more使用event 对不对 如果把前面这个去了 如果不带前面这个 只有后面的一个的话 这表示什么呢 OK 只是使用event 而且只提供event 有点意思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它的用法 那event MPM这些2.4当中新引入的 而且已经是属于可用状态的 多道处理模块 第三 2.4支持e不读写 e不读写可以大大的提升 HTV的工作性能的 第四点 在每个模块及每目录上 能够指定日志级别 也就意味着它的日志不是全局的了 我们可以指定 访问某个特定目录中的文件的时候 是否启用日志 以及日志的级别 第五点 可以实现每请求配置 比如你请求哪个文件 我可以对单独的文件实现受权 使用if来进行判断 还有增强的表达式分析器 毫秒级的keep alive timeout 以前我们keep alive timeout 指定的时间为秒 是不是 三秒五秒什么类的 现在支持毫秒级 也就意味着它的时间解析度 更加精确 第八点 这点特别重要 看清楚 记忆域名的虚拟主机 不再需要NameVertuHost的指令 看清楚了吗 这是第八点 我们各位尤其要注意的一点 记忆域名的虚拟主机 不需要这条指令了 也就意味着你无论是IP的 端口的还是域名的 都可以直接定义了 第九 降低了内存占用 这是一个性能提升的一种机制 一个表现 第十点 支持在配置文件中 使用自定义变量 可以实现使用自定义变量了 还有第十一点 第十一点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增强 是我们要提醒各位的 也就是我们的HTB2.4当中 对于用户的访问控制 对于基于IP的访问控制 在2.2 及2.2之前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使用什么 Other 什么Allow Deny 还是什么Allow from all 这样的机制来实现的 各位记得吧 而在2.4当中就都废弃了 2.4中 不再支持此方法 一定要记得 千万不要再这样用了 那2.4中怎么用 2.4中我们使用一个关键字 在2.4中使用 使用 叫require 这个其实我们应用过了 IQIRE 各位记得这个命令吗 我们require user 加个什么的 在实现基于用户的访问控制的时候 是用过 而实际上require目前来讲 也能实现基于 IP地址的访问控制了 也就这样子 我们可以使用require require IP加上IP地址 这就表示 这就表示 这个IP地址是允许 访问的 就这么简单 明白吗 OK 那如果说我们使用主机名 要这样来用 require host 加个主机名 这表示这个主机 是允许访问的 一定要记得 后面跟的是主机名 如果跟IP地址要使用 IP关键字 我们曾经用过 叫require user 这表示后面控制是什么 是用户 那你懂的 我们要使用require group呢 组 OK user 这后面跟它是user name 你写全吧 require group 这后面跟它是 group name 就是哪一个组的 现在我们要实现 基于IP的控制 就是不再使用 不是用户认证的情况概念 还是使用IP的话 那就使用IP或者host 而这的IP地址 可以使用多种格式 你比如说 你可以使用IP地址 单个IP 也可以是网络地址 网络地址 network 后面跟上什么 掩码 net mask 也可以使用network 后面跟上什么 长度 length 知道什么叫长度吧 你比如写着25.25.0.0 那就是16位的长度 是不是这意思 这都是掩码长度位 也可以使用net 这种格式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 我想表示17216 172.16.0.0 你网络该怎么表示啊 那就是17216.0.0 255.255.0.0 是不是这意思 OK 这是一种表示 你也可以使用这种格式 172.16.0.0.16 还可以使用这种格式 172.16 完了 就到这为止 可以使用这三种格式 而我们的主机名 也可以使用多种格式的 你可以使一个单独的主机名 也可以使个什么 也可以使个域名 就是我们主机名的一部分 比如说 我们可以使3w.magadu.com 这表示就这一个主机 明白吗 那如果我们写成 magadu.com呢 这个域内的所有主机 明白了吧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 com .com 或者写成 .magadu.com 写成再写个.com 这表示 com运动的所有主机 明白了吧 好 这是主机名的 OK 如果我们要允许 所有主机访问 那怎么办 允许所有主机访问 OK 允许所有主机访问 那就使用 叫require require这样写 all guaranted 这表示 所有主机都得到了授权 明白了吗 require all guaranted 那拒绝所有主机访问 则使用 require all denied denied 应该是denied OK require all denied 直接拒绝所有主机 那有些人马上就说了 你看 我刚才说允许一个主机访问 就require ip 加ip d 这时候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不允许这个主机访问 怎么办 加not 即可 在各个指令之前 加not require not ip require not host 就行了 明白了吗 OK 可以取返 require not ip require not 我已经写钱了吗 require quire not ip ip addr 即可 注意 他们使用的匹配机制是最佳匹配 谁的匹配范围小 精确 谁生效 一般来讲 当然还要注意自伤 而且的匹配次序 这个你需要 摸索一下 才能得到它的最精确的使用方式 一般来讲 它是使用结合次序 以及最佳匹配来完成的 OK 再看 2.4当中 我们新增加的模块 这个模块是2.2中所不具备的 第一个模块叫 Most Proxy FCGI 我们说过这叫Fast CGI 对不对 而在2.2当中 要想使用Fast CGI的功能 你还得像HDP的 安装 额外安装第三方模块 额外安装叫Fast CGI模块才行 而2.4就不需要了 你直接启用这个模块就行 只要使用杠杠 enable enable most 等于most 的话 大家还记得这个选项吗 enable modules 等于most 大家记得吧 这个模块 默认就会被启用起来的 就会被装载的 被编译的 但是编译完以后 并没有启用 你想用它的话 给它启用起来即可 而mode request 其实 这个 我对得说吧 OK 主要是这个 我们要使用基于Fast CGI的方式 跟偏译结合工作的话 主要就依赖这个模块 当然这个模块 是作为另外一个模块的组成部分 一个子模块 叫做mode proxy 这个模块不是新增的 早期就有 也就意味着这是核心模块 这是这个核心的一个功能的补充 能理解吗 底下这个也是功能的补充 这个还是 OK 好 这是我们所谓的新增加的模块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对2.4 做了一个基本介绍了 刚才我们提到过 要想编译PFP5.4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先安装MySQL 对不对 实际上从PFP5.4以后 MySQL不装 也能够单独编译安装PFP5.4了 只是 必须要在编译的时候 明确使用 杠杠位置MySQL 等于MySQL ND的方式 让它实现在本地进行加载 当然我们不考虑这种方式 我们先看最完整的方式 规定的方式 该怎么去编译安装 比方说 我们先下来按照我们的步骤 刚刚我们的规划 我们安装完了 APR APR UTO IPD该装谁了 MySQL OK 我们这里先以演示 MySQL 5.5的使用方式 我们来装5.5的 5.5.28 我们现在所提供的 当然其他的版本 差别并不大 那于是我们连接到 172 16 0.1 Pub Sources目录下 注意在Sources目录下 我们这里提供了好多的子目录 看MySQL相关的就这样几个 MySQL MySQL 5.1 5.5 5.6 看到了吧 还有MySQL GUI MySQL Proxy等等 这分别是跟MySQL相关的内容 我们所关心的就是 5.5 和5.6 我们先说5.5 还是那句话 SQL MySQL 5.5 来看 这里就是我们所提供的 二精致格式的通用包 但是各位需要注意 我们有按686的 就是32平台的 还有64个平台的 下载跟你所需要的版本 匹配的那个平台 比如说 我们5.5.28 有32平台 而且是比较新的版本 对吧 所以我们下这个GLFC的5.5.28的版本即可 那就是getMySQL 5.5.28的版本 Linux 2.6 注意这个包比较大 大概有200兆左右 或者180兆左右 OK 小辈子速度好快 这很显示在千兆网上的工作 百兆网上最快 也就是12.5 对吧 OK 我们来看MySQL大小 172兆对吗 解压缩 TA XF MySQL 接了安装 注意MySQL 这是个直接解压 是不是就能用的 不说过了吗 通用二精格式 它是拼音好的 直接解压就能使用的 但是请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要求这个解压的包 必须要位于usrlocal目录下 这是官方的要求 并且目录名称还在叫Nasico才行 所以我们直接解压过去 直接到usrlocal目录下 解压过去之后 我们直接冲名名 还是直接创建个链接 创建链接的方式是最好的 不要改变它的原有名称 而是给它创建个链接目录 是最好的 给它练到mySQL上去 这样子就算我们通过mySQL 或者通过它的原有名称 也能找到它 为什么要保留这个原名呢 因为这里的版本号 和它的平台什么 这些字符都会保留着 明白吧 我容易识别正在使用的是什么版本的 你看我到usrlocal里边来 多来看 是不是这个版本 OK 我给它创建链接 ln-isv mySQL 到mySQL 多来看 那以后我们通过这个路径 是不是也知道 能找到mySQL了 就这么简单 我c到mySQL 目录里边来 看一下文件 文件的属主属组比较独特 你看哪个用户哪个组 root用户 root组 root用户 will组 7161什么什么之类的 很奇怪的连接 是不是 对我们而言 要想初实化安装mySQL 得使用mySQL用户 mySQL组 所以得先去创建mySQL用户 mySQL组 那就是我们user add-r mySQL r什么意思 系统用户 不能登录系统的 还记得吧 只是为了运行某个服务的 还记得吗 好 或者是你手动来添加也行 一个一个添加 先添加组 group add -r 306 这3306听起来很容易识别 是吧 mySQL mySQL bySQL 不是3306 大于500的就不是系统性糊糊了 你别忘了 不是说过吗 OK 我们有意的 那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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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add-g306 是不是 -r-u 306 mySQL 来id mySQL 来看一下 306 uid 306 gid 是不是这样子 而且这是个系统用户 你看 rosやhome 有没有 它的加目录 没有 是不允许它登录的 然后grap一下 mySQL 到etc的 passwd 它那个默认shell是什么 beam-byshell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 既然不让登录了 可以指定为什么 speed no login OK 当然最好让它使用beam-byshell 我们以后将来有可能会需要用它登录一次的 不给它提供加目录是正确的 好了 这时候我们的mySQL用户已经创建好了 那很显然 当前用 目录下的所有用文件的属主属属 是不是也改成mySQL 好 当然我们这里先不给各位介绍怎么去装的 甚至这里有个文件叫做install binary 看到了吗 这个文件中其实明确说明的有步骤 要装这个binary格式的mySQL应该怎么装 看到了吗 第一步要添加用户 组添加用户 到这个目录里边来解压 然后链接到mySQL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seed到这个目录里边来 改它的属主 改属组 执行这个脚本 而且以它的身份来执行 再把它的属主改为root 但把这个目录的属主改为mySQL 看清楚了吗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些步骤都干什么 我们来边执行边来做 当然第一个解压我们已经完成了 对吧 来改它的属主属组 我们改属主属组 有必要执行两步没有 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了 own-r mySQL用户 mySQL组 当前目录 看清楚当前在哪 或者你实验室 usr local mySQL下的所有文件 注意这是个链接 你可不能这样写 因为这是个链接 你改的是这一个文件 看清楚了吗 所以我们 我们最好使用mySQL下的 所有文件 OK 来 rl看 是不是mySQL用mySQL组了 看清楚 那接下来 我们下一步就要执行 scripts目录下有个脚本 我们来看这个目录下的脚本 rsscripts 这个脚本叫mySQL install db 这干什么呢 大家记得我们曾经说过 mySQL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要初实化 还记得吧 这个步骤其实就是做初实化的 只不过我们要手动执行而已 OK 但是这个脚本 在实现初实化的时候 它能够进入很多选项 scripts目录下的这个脚本 刚刚help 你可以看一下 它有很多的选项 最重要有一个叫做 -user 在这里 是不是 表示以哪个用户的身份进行 初实化 以哪个用户的身份进行初实化的 OK -user 其实我们还用到比较多的一个目录 叫做 sorry 一个选项叫做 -data dr 什么意思 data dr 什么意思 数据目录 是不是叫数据目录 我们说过mySQL 你运行起来以后它是个服务器对吧 这个服务器我们将来是不是要创建数据 创建表啊 创建很多库很多表 这些数据保存什么地方 我们此前此前 使用rpm包装的时候保存什么地方了 va lab maseco 是不是 而这里我们要解压安装的方法 它装到哪啊 装在你当前目录下 当前目录下有个子目录叫做 data看到了吗 它放在这个data目录下了 而事实上你说我把数据放在软件安装路径下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 显然不应该这么做对吧 我们应该给它另找路径 另找什么路径呢 一般来讲 我们的数据目录可能会变得 随着我们企业业务规模的不同 可能会变得非常非常大 对不对 那所以一般而言 我们建议把这放在哪啊 一个独立的分区上 而且是一个独立的逻辑卷上 因为放在逻辑卷上 将来数据这么大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非常方便的扩展它的边界 对不对 也不用改变数据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尽可能放在一个逻辑卷上 而既然是逻辑卷了 那很可能不会挂载的 data目录下来 对不对 它可能挂载的一个另外的位置 那要挂载的另外的位置 怎么办呢 那这就意味着 我们必须要使用data DIR告诉它 另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初始化的结果 它会把初始化的结果 保存在你对应的数据目录下的 而默认是哪啊 data 是不是这样子 假如说我们这里 干脆就直接来一个规范的做法 我们不使用这里的data 我使用逻辑卷 那于是 创建一个分区 对吧 dvsda 你有一个新分区 扩展分区 你有一个新分区 假如给它 用来做物理卷 给它20个G 30个G 50个G 80个G 是不是都可以啊 看你的需要了 我们这里不用做的太大 给它20个G 物理卷 调整 类型 为 8亿 是吧 可能一段时间不做 是不是就忘了 看一看 是不是逻辑卷类型了 OK 保证对出 part probe sda 是吧 创建物理卷 pva create dv sda 5 没错吧 然后呢 vg create 假如叫myvg吧 然后呢 逻辑卷 sda sda 把sda 5创建成了 卷组 叫myvg 对不对 OK 然后创建 rv rv create 缸n 名称 叫mydata 好不好 叫mydata OK 或者叫mysicle 也行 然后呢 缸 l 还是什么 给它多大 是吧 比如先给它5个G 不要太大 然后呢 指定在哪个卷组中创建 对吧 myvg 看mydata创建好了 rvs 看一看 mydata 逻辑卷是不是OK了 那接下来就要 格尔瓦 mk e2fs g dv myvg下的 mydata 是这样子吧 OK 所以我们此前说过 我们以后要经常先用到的 这个命令要备亏 你不知道你要查文档 多恶心呢 这半天 为什么你做起来太不慢呢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好 然后创建目录吧 比如我们把它专门创建目录叫mydata 给它挂在这个目录里边 好不好 OK 那么开机能自动挂载 编辑etc的fs table 来 设备名称 dv myvg下的mydata 是不是 挂在这 mydata 然后et 3 d fots 0 0 好吧 OK 让它挂上来 mount a 然后mount来看看 挂上了没有 dv mapper mydata mydata 是不是可以了 OK 把它作为数据目录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 把它作为数据目录的 你的所有文件都直接放在这个分区上了 将来不便于管理 明白吧 那我们干脆在干什么 在高光大载的这里边再装进一个目录叫myseql 或者叫data什么都可以 明白吧 再创一个子目录 把这个目录作为数据目录 这是比较好的 你比较容易就叫data好了 mydata下的data 注意 所以既然是数据目录了 那很显然也就意味着myseql用户要在这个目录里边创建文件的 对不对 那很显然它的数据数据应该是谁啊 myseql 于是lsmydata 看它现在是谁啊 入的用户 是吧 给myseql 那ch own-r myseql用户 myseql组 谁啊 mydata下的data 给data就行了 OK ls data mydata 我来验证一下 现在是不是myseql用myseql组了 其他用户是不是不应该让它随意查看的 那于是可以给它的权显 seql mod 750或者 o-rx 是不是都给它讲了 没了 OK 谁啊 mydata下的data 再来验证一下 ls-ld mydata下的data 看看 myseql用户 myseql组 其他用户没有任何权显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了 完整了 目录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除了话 script 是吧 下的myseql install db -user等于myseql come on -data dir等于mydata下的data 是这样子吧 OK 回车 好 看跟刚才 跟我们第一次启动myseql的时候 那个显示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只不过那个脚本会自动的调用 这个脚本来执行一次而已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那我们这里已经有了 出刷完成 出刷完成以后一定要记得 我们myseql的安装目录 底下的这些文件的属主 不要给myseql用户 因为将来一旦有人攻破myseql进程 它将获得整个文件的所有权显示 这样子吧 所以一般而言 把它的属主还改回root用户 我说的什么意思没听懂吗 你看默认 刚才我说了很多次 你指定的路径 或者是你指定绝度路径 那就是usr local myseql下的行 是这样子吧 来看 还改回root组 那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把数据放在这个目录里边 如果我们没有改别的位置 那你这样一改不当进 假如说我的数据还放在这里头 那它的属主是root行不行啊 我说的什么意思没听懂吗 你看默认 刚才我说了很多次 默认它的数据目录在哪啊 是不是在data目录下 OK 那很显然 假如我没改到mydata下去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数据目录是不是还在这啊 而数据目录 myseql用途 是不是必须得有写权限啊 OK 那所以这个还要给它改回myseql 我现在还有改不用 不用了 OK 你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吧 好 到此刻为止 我们myseql安装基本就成功了 就可以直接启动myseql了 但怎么启动呢 service myseql的start start 有脚本吗 没有 没有怎么办 myseql给我们提供的有 在support files目录下 support files 你看 support files 底下有个文件叫myseql.server 看到了吗 这就是它的脚本 所以你直接复制就行 so support files myseql.server 到etc init.d 叫myseql 的 是吧 我们以前不是这么用的吗 叫myseql 那它有执行权限没有 看看了 -l 有没有直线圈 有了 有了给它加到服务列表中期 是不是就可以了 --add myseql 的 那看了 默认会不会启动起来 --list myseql 的 2345 默认是不是就暗了 既然就暗了 我们是不是不用管它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service可以启动了 注意 此时还不能启动 myseql有配置文件吗 没有 那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下myseql的配置文件了 myseql作为服务器来讲 其实它也是有配置文件的 而且myseql的配置文件非常独特 它的配置文件在etc目标下叫my.cnf 而不叫myseql.cnf 而且它找配置文件的方式非常非常独特 它不但找这个文件 myseql的配置文件由n段组成 先说配置文件格式 配置文件格式 它的配置文件格式 跟我们昨天讲的phb一样 或者跟我们曾经讲的yaml一样 它使用什么 中括号 扩起来一段 里边一大堆指令 然后再使用中括号 扩起来一大堆指令 我说过这是不是片段式的 这里的指令只对这一个片段生效 对不对 它其中有个片段是这样子的 我里边写个myseql 第二段写个myseql 得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能看懂什么意思 这边什么意思 这是客户端的配置文件 这呢 这是服务端的配置文件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集中式的配置文件 它可以给多种不同的程序 提供配置文件的 集中式配置文件 可以为多个程序提供配置 所以myseql 得才是服务器端用的 而myseql 则是客户端用的 但是它的配置文件 在5.6里边 可能还有有所改变 先说5.5 咱先不说那么复杂 OK 那如果我这里写个clarent 你猜什么意思呢 client 里边写了一大堆指令 这一部分什么 你猜 猜 我们有没有一个客户端程序 叫clarent 有没有 没有 是吧 那这一部分什么呢 其实myseql的客户端程序很多 我们之前还用过两个了 一个叫myseql 一个叫myseql 还记得吗 那就意味着clarent 对所有的客户端程序 都生效 听懂了吗 OK clarent表示对所有的客户端程序 都生效的 好 这个配置文件格式 再说它的配置文件路径 myseql配置文件比较独特 独特什么地方 第一 myseql 他找配置文件的时候 第一先去找etcr 的mine.cnf 找不着的话 他还可能会找 etcr myseql下的my.cnf 不是找不着的话 找完第一个他会找第二个 找完第一个他就找第二个 找完第二个他就找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在哪啊 在myseql的base dir目录下 base dir 这是个变量 底下找my.cnf base dir是哪啊 就是myseql的进程的运行目录 myseql实例的运行目录 那一般来讲这个是哪个目录啊 就是你的安装目录 没有了吗 一般来讲是你的安装目录 找完这之后他可能去找哪啊 还可能去找你的data dir下 my.cnf ok 有可能找data dir下的my.cnf 一般来讲都是base dir下的my.cnf 找完这个之后还没算完 还找哪啊 找用户加目录下的叫.my.cnf 看到没有 所以他找四个配置文件 他在四处找配置文件 etc etc.myseql 你的进程的运行目录 和用户加目录 我们用户默认运行myseql进程的是谁啊 myseql myseql没有加 所以是不是找不着的 找不着没关系 反正他每一次都要找这四个的 找完以后 这四个中可能有些配置是冲突的 那冲的话怎么办呢 OK 以最后一个为准 最后一个会覆盖前一个 后一个会覆盖前一个 他是这样子的 就算没有配置文件 myseql也能跑起来 因为他的很多配置都有默认定义的 那我们要想运行myseql 再给他提供一个什么 配置文件 仍然在我的support files下 你看给我提供了一堆配置文件 看看 myse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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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的 是吧 中档级别的 大级别的 和 巨级别的 OK 你懂了 巨的应该比大的大 是吧 OK 这还有myseql myse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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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使用hide 他现在怎么说 他说你的内存大概有多了 for system little memory 多大 32到64 32到64 128兆也成 是不是这意思 太小了 你看那small的你猜出来就更小了 small 你内存多大 小于64兆 最后才用small 我们的内存多大 for a gun m 是500多兆 那很显示这两个太小了 对不对 再换一个 那个叫什么 large 看large怎么说的 你的内存如果等于512 就用large 你看512反生了大了吧 你看myseql 对资源要求量是不是很小啊 再看hide hide hide hide怎么说的 你如果有一到两级的内存 都算是hide 实际上现在myseql 动辄用个32级的内存 都很正常了 在服务器上 因为现在的myseql 运行的量级都特别大了 所以myseql早期的估计 或者衡量都很小了 那youtil对我们而言 我们要复制哪一个 come on 你有你有一到二级内存吗 我问是多大的内存啊 我不是让你看过的吗 512到内存 那应该使用哪一个 mylarge.cnf 到ETC下叫my.cnf 看清楚啊 不叫mylarge 改名叫my.cnf OK 复制过去之后 我们还要做一些修改 打开看看 这块的文件 你看 是不是跟我们所定义的 是不是一样 clarent myseql的 这是分段的 OK 还有myseql dump myseql 这是个客户端呢 myse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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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命令我们后面都会讲到的 所以你先知道就行了 所以我说它是分段式的 那很显然我们要修改 客户端的是不是在这修改 要修改 服务器端的呢 myseql 是不是 看myseql 里边 我们在这里 第一个port 为什么是3306呢 看到了吗 第二个socket 这个socket的文件在哪啊 在tnp下 我们说过本机通信 客户端在本机 服务器端也在本机 是不是叫什么sock了 是吧 我们使用rp帽端的时候在哪啊 使用rp帽端的时候 这个文件在哪啊 忘了有是吧 varlabmyseql 在它的数据文件目录下 自裁啊 自裁 谁管都忘 好 这是tnp下myseql sock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当你使用不同的方式 安装myseql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它的myseql sock文件路径要对 你要不知道在哪儿 就来查看这个socket的变量 就行了 再往下 这些我们就不要一个一个介绍了 关键是在这一点 thread catch size 线程缓程大小 是吧 OK 不是这个 是这个 叫thread concurrency 叫线程并发量 我们最多启动多少个myseql 线程 最多启动多少个myseql线程 记住myseql线程多了 每一个线程要占一个cpu 你线程多了有意义没有 叫我们htb一样 每一个用户请求用一个进程来响应 但是你一共就有一个cpu 在同时运行的进程有几个 是不是只能有一个 那接下来你要让每个用户的进程都能运行起来 就只能在这之间怎么办 切换 要进程切换 进程切换是不是要消耗资源的 所以这个太多了没有意义 应该是几个上面有说明 上面有说明 cpu的个数乘以2 你光看见2了不行 cpu的个数乘以2 我们有几个cpu呢 你可以自己看了 cata cata proc cpuinfo 几颗啊 是不是两颗cpu啊 那乘以2得几啊 你懂的 ok 改为4 就ok了 注意这项其实你改不改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左边的是什么啊 加一项叫data dir 你的数据目录 数据目录在什么地方 买data下的 data 如果这项不加进来 MySQL启动不了的 关键就是这一项 你的datadir等于买data下的 data 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你没有使用改变它的MyData目录 没有改变它的数据目录 这里是不是就不用加了 ok 好保证出 这一切都是我们自找麻烦 对吧 当然这是有必要的 ok serviceMySQL的start 正式可以启动了 ok 看能不能启动起来 没问题 netstate-tnlp 3306 是不是启动了 于是我们开始连上MySQL MySQL 回车 为什么没有客户端命令呢 USR Local MySQL的并下的 是不是啊 ok 这是比较独特路径 有没有MySQL 有 大家发现 我们兵议安装MySQL的时候 你会发现客户端 服务器端 是不是都装了 这也一定要记住 他会把所有东西都装好了 只有 红帽在制作RPModel的时候 他有必要把它们分成各个包 紫包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我们这里没有分 都在同一块 所以你这装不当紧 MySQL 其实RG程序装过了没有 装过了 那找不着啊 没法直接使用怎么办 刚才我们不是做过了是吧 编辑etc profile.d下 冲进一个叫MySQL.sh 是不是就可以了 export 再加一个pass等于 $pass 冒号再补上usrlocal MySQL下的 bin 是不是就ok了 保证出 好 再登陆一次 来MySQL 可以了吗 看版本 5.5.28 是不是新版本的 ok 那我们使用 show tables 看看 sorry databases databases 大家看一下 默认库 又多一个 以前好像只有三个是吧 有一个是虚的 叫information schema 对不对 现在又多了一个叫什么 叫performance schema 注意 这是一个系统状态 收集库 系统状态信息收集库 我的服务MySQL 已经接受过多少个用户请求了 多少个用户曾经连进来过 那个用户连进来过以后 我们的网络发送了多少收集量 过去这些其实都是有统计数据的 这些数据都放在了 performance schema 当中 其实我们都可以直接查看的 这些信息 ok MySQL 有两类变量 在MySQL内部 服务器内部 我现在给大家提一下 MySQL服务器维持了两类变量 维持了两类变量 其实不能叫两类变量 叫一类变量 但是第二类它也是可以变化的 只不过不是用户自己手动改的 我们把它称为变量好了 第一种叫做 叫服务器变量 所谓服务器变量 就是我们使用参数可以定义 改变MySQL服务器的工作状态的 就是我们在配置文件中提供的那些指令 ok 用于定义 MySQL服务器 运行属性的 或者叫运行属性 ok 叫运行属性的 比方像刚刚的文章是 DataDR还记得吧 在什么路径下 我们要不要启动日志 日志文件放在什么路径下等等 就是定义MySQL运行起来以后怎么运行的 运行属性 或者叫运行特性吧 更合适 ok 叫服务器变量 第二个叫状态变量 请记住了好吗 要备会的这些 这个类别 基本概念要明白的 第二个叫状态变量 这是干什么 保存了 注意我们不是自己定义的 它是保存了 MySQL服务器 运行的统计数据的 运行了MySQL服务器运行时候的统计数据的 OK 要想查看的话 比方查看上面那个 我们可以使用 global variables 命令很独特是吧 下面那个 再使用show global status show global variables show global status ok 我先来看一下 你先别着急 show global variables variables 看 多少个 300多个 看这里边有一个 你看 它里面明确说明了 我们的sock文件在哪 是不是sock在这 在我们的配置文件中都可以定义的 这就是定义我们的服务器怎么工作的 还有我们的数据目录 叫dataDR 要想查看某一个特定变量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show variables like 使用like这个关键字 加上你的变量名 比如说就叫dataDR OK 这是可以省略的 这样就可以实现 只显示一个变量了 你比如说 show variables like dataDR回车 看之前是dataDR 因为目录买data 下的data 是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OK 好 这是global status sorry global variables 我写错了是吧 写在下边了 应该写在上面 当然下面也可以用 也这样是like什么什么之类的 一样的 like 你给它使用一个字不串 定义下来 这个stream 我应该通用一些给你写成 stream stream 对 那有些人说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怎么办 我只知道它里边有个data 后面有没有data呢 有没有s呢 记不清了该怎么办呢 大家记得我们说过 marserware支持通沛符的 通沛符怎么通沛的 marser的通沛符 come on ok marser的通沛符怎么通沛的 回顾一下 下滑线 ok 任意 单个字符 然后呢 百分号 任意程度的 任意字符 ok 一定要记清楚啊 我们记了三p了 是吧 好 没办法的事情 好 我们可以使用 你看 like data加个百分号 回车 看 后面有个dataDR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当然我们说中间包含了data的 我不知道到底data出现什么位置了 前后都有百分号几个 你看 前后都有百分号的 那就拨了 因为data可以出现的中间了 像这里有没有data 这里有data 是不是这样子 ok 好 这就是如何显示它的状态 sorry 叫服务器变量的 我们再来看它的状态变量 我们已经使用shill global status即可 shill global status 它就是统计数据 你看 压队的统计数据 你看 比如说第一个 叫abouted client 中止的放弃的用扣端 abouted connect 中止的中断的连接等等等等 还有这里叫bats received 从mysglo运行开始 这次重启起 从启动起来开始 到此刻为止 我收到了多少个字节了 发送出去多少字节了 你看我再重新运行 可能这个数据就不一样 因为刚才是不是又重新发送了一次了 结果看是不是不一样了 没问题吧 ok 所以我说这个是统计 它自己统计的 还有啊 这里command com开头又说 有一类命令你执行多少次了 你看我们select的命令 select 看comm select的命令 执行多少次了 执行过一次啊 ok 我再执行一次 select version version是个mysglo的内置函数 mysglo自己有很多字迹的内置函数 这个函数你可以使用select 让函数执行一下 它能够显示执行结果 version就是显示当前mysglo的版本号的 那记住好吗 select 我写个database 你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显示当前默认的数据库的 没有默认的数据库 你使用use 换一下就有了 你用mysglo 再select database 是不是mysglo了 ok 还可以使用select 比方说 date 你猜这是什么意思啊 可不可以啊 我们要使用date time 行不行 也不可以 那我们要使用 叫current data 它有个函数 叫cur ent select current cur ent 我写错了吗 可能我也给它寄混乱了 是吧 咋写的忘了 select current time tme tme 哎哟 cur ent time 它说不存在 可能是我没装载进来 一个命令 名称应该没错了 ok 那如果说我们当然了 这种它有函数 内置的有上百个 我们也不可能能够一一记得住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查官方文档 它里边有个函数缩影列表 你找到那个对应的函数 就可以看到了 至少有一个可以用 我这个肯定是没记错的 select user 这是没问题的 什么意思啊 当前登录的用户 看到了吗 select user 就这么简单 select datetime 这个行不行 还不行 忘了叫什么了 实在想不起来了 select time come on 好 不管它了 这叫user 这叫user database 和version 这三个函数就可以 现在我们常见的 这样的select 好了 我们只认好几个select了 对吧 再来看 是用show global status like 来看什么 摆封号 select 摆封号 得了 我来看看 come select 九个 所以这个数据 一直在不同的改变了 所以你执行了多少个命令 它里面会有统计的 所以我们说这种叫 状态变量 它是统计数据的 这些变量 说实在乎 我们将来对mysicle的管理 主要就集中在这两类 变量上的 调整mysicle的运行特性 调优mysicle就调这些东西 调整mysicle的更多特性 而要查看mysicle调整以后 是不是性能提升了 就要看这些数据了 所以要先记住这两个命令的简单使用 最基本使用 OK 这是mysicle的命令的使用 当然我们也知道 怎么定义了mysicle 能够使用它的命令 直接使用命令了 我们要先重新定义pass环境电量 以后我们编译mysicle的时候 很多其他程序都可能用到mysicle的 拖文件 库文件 还有mysicle的配置文件 sorry 帮助手册 慢mysicle OK 很容易找着了 因为刚才我们输出了mysicle的命令路径 他可能能找到mysicle 那万一找不着的话怎么办呢 来看 怎么编辑mysicle 我们说过输出mysicle 编辑etc的mysicle mysicle 注意mysicle的帮助文件 在mysicle目录下哪儿啊 是不是有个share sorry这里有mysicle 看到了吗 OK IRS也行慢 你看mysicle的手册页都在这儿了 看到了吧 OK 想让系统能找到怎么办 etc 慢点 config 找到mysicle man pass 你肯定又忘过了 我觉得 OK 在man pass下面 新定义个叫man pass usr local mysicle mysicle 是这样子吧 OK 好 这是它输出它的帮助文件路径的 下一个 我们来看怎么输出它的库文件 输出它的库文件 我说库文件输出怎么输出的 在etc下的ld.so.conf.d下创建一个以什么conf结果的文件 local mysicle lab 即可 注意我们说它不会立即生效对不对 那还要怎么办 ld.config 杠V 还记得吗 不加杠V不显示 加杠V还可以显示过程的 让我们的系统重新读取 库文件 什么意思呢 我们操作系统到哪去找库文件 我那孩到哪去找库文件是这样找的 开机之后 你的操作系统启动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些库文件都找出来 然后缓存到一个路径下了 有多少可用 它都会有缓存的 能明白吗 那你刚才新建的有缓存没有 没有 所以这个命令就是让你的操作系统 重新建立库文件缓存的 缓存文件是哪个文件 我们也说过的 恐怕你也忘了是吧 ld.so.catch 就这个文件 OK 你看 刚才我们ld.config.v以后 它找没有找到 MyCircle的相关内容 看上面的相关内容 usr.local 是不是把它放到最上头了 先找个 这种MyCircle的两个重要的库文件 好 这是输出库文件的 输出头文件怎么输出的 创建链接 是吧 头文件在哪呢 include 那怎么输出 ln-sv usr.local mycical include 创建个目录链接 到usr.include下叫 mycical 是不是这样子 ls usr.include mycical 看里边是不是一大堆头文件 点h 它指向哪了 不就指向我们自己指定这个路径 叫usr.local.mycical.include 对不对 OK 好 至此 mycical 安装配置 算是完成了 有这样子用的 这些内容我们在此前都讲过了 尤其我们后来讲到的怎么配置一个软件的这种路径那种路径的 我们在讲软件安装的时候就已经惊喜的讲过了 所以这里只是用到而已 如果想不起来的话别忘了回顾一下啊 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 实际上mycical的安装对我们而言是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我们说过了 做一个DBA而言对我们来讲是个发展方向 对不对 那DBA的主要工作 软件的配置 这是安装配置 这是最重要的基本功 而这些内容我们此前都讲过的 不记得的话那是你的问题了 好了朋友们 我们后面这四个步骤并非是必须的 一定要注意一点 第一导出二进这文件 导出库文件 导出头文件 导出帮助手册对吧 这几个步骤并非是必须的 只不过你不做的话 可能有些功能实现不了而已 明白了吧 OK 所以你只能对mycical的安装而言 只实现前面的一些功能就行 试试啊 好mycical装好了 那要想能够让apache mycical彼此也联系起来 要靠什么 应用程序了 是吧 比如我们要用到pvp应用程序 那接下来就给安装 编演装pvp了 那怎么安装php呢 OK 我来看看 下一步 编译安装php 我说过php有三种功能模式 cgi 发cgi 和模块 对吧 对apache而言最简单的模式 还是 模块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看 怎么把php安装为 怎么把pvp安装为 apache的模块 好 我们先去下载我们手续的pvp原码 172 16 0.1 pub sources 在neolive 目楼下 目前最新是5.4.13的pvp 是吧 5.4.13 get php 5.4.13 ok 好 那怎么编译安装 先解压缩 这是 不变的步骤 对吧 ok 然后cd到php 语言码目楼里边去 cd到php里边去 大家一定要记得 php有很多功能 都是依赖于 偶尔你本身系统上的某些功能的 比如说你想php可以动态帮我们生成图片 但是要想生成图片 它要依赖于图片库 能力的意思吗 那如果我们当前系统上没有图片库的话 它就 没法使用哪个功能 还有我们之前说过的php有个叫mbstream 各位记不记得 我曾经装一个程序叫php-53-mbstream 是吧 这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呀 我说叫multibetstream 叫多字节stream 是用来支持中文 或者非一个字节能表示字符的那些语言的 哇 是吧 赚钱吗 最不亏吧 ok啊 叫mbstream 那事实上pb这个功能起用不起用呢 我们是不是也要使用选项来定义的 明白方 好了 所以matsico在sorry pb在编译的时候 它所知的选项更多了 刚刚hello你来看一下 有多少个 有众多的功能 我们都需要使用ways enable等等来指定 我先来介绍一下 我这里的安装要使用的几个指令 有哪些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多啊 给我看一眼 这里演示的是5.4.8的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些都是指定的是什么 第一个 叫prefix 你懂得什么意思啊 安装目录 用多二次了是吧 第二 withmatsico 告诉他matsico 在什么地方的 对不对 withopenssl 这边是什么 能支持openssl 功能的 明白了吗 再往后 withmatsicoi 这边是matsico的另外一种接口 当然你甭管它是什么了 多了你也记不住 你明白这是matsico的另外一种访问 让pb和matsico交互的接口 而这个接口的程序是 叫matsico-config 这是个二进程序 在B目录下 指定为usr-local-matsico-b-matsico-config 这个就可以了 下面enablematsico enablematsico 刚解释过了吧 好 withfreetypedr 表示 让它能够支持freetype的功能 freetype是个什么玩意儿 当然我们要一个一个的了解的话 就麻烦了 让qi看看freetype是干什么的 freetype freetype引擎是一个自由的可移植的自体库 看到了吗 是个字体重塑 Render engine 它能够实现让你去引用特定字体的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网页上 是不是要经常要变化成不同的字体去显示 这也是必须的 明白了吧 好 这叫freetypedr 你把dr就告诉他要加载freetype的头文件 扣文件 那withgpgdr你懂得这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这是图片的 那png图片的是不是 withzlab zlab是一个互联网常用的通用格式的压缩库 让我的数据文件先压缩在传送 节约带宽的zlab 再往后 withzlabxml.r等于usr 首先 xml是什么 我们说过的叫什么 xml叫什么 扩展标记语言 下一次再不记得 我都发怒了 这叫扩展标记语言 那事实上现在众多的系统实现数据交互的时候 都要基于xml来实现 那由此你得让你的pvp支持xml 并告诉他xml的酷路径在什么地方 下面 杠杠enablesockets 让你的pvp能够支持基于套接子的通信 关键是这一项 叫withapaccess2 这一项就实现了 基于这个钩子 能够实现让pvp编译成apache的模块的 这意思就是说 将它编译成apache的模块 听懂了吗 ok 下面withmcraft表什么意思 我昨天说过 我们专门装了一个rpin包叫什么 pv53-mcraft 还记得吧 ok 就这个玩意 这是加密功能的 额外的加密库 withconfigfilepath 什么意思呢 pvp的配置文件路径放在什么地方 看到了吧 ph的配置文件存放的目录 放在etc叫php.ini 注意啊 我们介绍 它的主配置文件叫php.ini 下面 withconfigfilescandir 什么意思呢 它的配置文件 跟我们很多的其他配置文件一样 有两段组成 你比如说 etc有个叫php.ini 同时呢 我可以在etc 下再乘个目录叫php.d下面的 所有星点ini 都是它的配置文件 明白的意思吗 ok 这就这意思 这样一来不当即 etc有个文件叫ini 叫做主配置文件 而且主配置文件 还有很多片段 放在etc的php.d下面 只要一点ini结尾 都是的 听懂这意思了吧 ok 再往后 withbz2 这就是个压缩库 你懂的 还有 enablemaintainer zts 这一项要不要用 取决于你的apache的 mpm是什么类型的 apache如果使用prefork 就不需要这一项 如果apache使用了event 或者work 就要加这一项 为什么呢 这是php 如果说apache以现成方式工作 就必须要编译成这种格式 当然至于为什么 我们还不要解释了 你也记不住 我快崩溃了是吧 你们不崩溃我也快崩溃了 讲什么东西你都忘了 好 再说一遍啊 这一项 只有使用event 或者work mpm的时候 才需要加用到它 否则就不要加 所以先判断 你看你使用的是什么 模块 什么mpm类型 ok 那由此 我们看看怎么编译呢 先看看我们的httpd-m 是吧 看看是什么类型的 mpmprefork 那很显然这些 现在还需要不需要 不需要了 当然了 我们主要为了测试event的效果 对吧 我们还要改回event 让它需要 把这项注释 把event这项 启用起来 service hpd restart hpd-m 现在是不是event 现在是不是event了 好 那这样一来 它就需要enable mantanerzts了 对吧 好 我把它直接复制过来 我也蓝写了 ok 写在这儿 可以直接config了 注意 所以我们看到要不要报错 报错的话 我们再做修改 它如果报错的话 可能会某些依赖的库文件不存在 不存在 我们自动解决依赖关系 手动的解决依赖关系就可以了 ok 看 报错了 叫mcraft.h not found 它说你没有mcraft相关的软 rpin包 或者相关的头文件 那很想是不是加密不了 解决办法 不使用加密功能 把这项去了 明白意思吗 要使用加密功能怎么办 ok 安装加密功能所依赖的包 哪个包呢 在这里 到172160.1 pub sources ok 到nginx目录里边去 nginx目录里边有这样几个 两个rpmode装上 一个叫mhash mhash 和mhashdevil 这个包 以及 rb mcraft 和rbmcraftdevil 四个包 看到了吗 84包给它下来了 于是 mget mhash 0.9.2 0.9.2 -6 和devil-6 是吧 ok mhash开头的rpin包 是不是就是两个 ok 那就是mhash 新点rpm 还有rbm corrupt 哪儿呢 哪儿呢 这不是rpm的结尾的 我不是给你写个点rpm的吗 come on 这个 这个是不是就是两个 ok 那就 新点rpm 甚至吧 是不是四个 ok 这四个rpm包 对吗 装上 就这四个rpm包 rpm-ivh 就是新点rpm 就这四个rpm 一块的桌上得了 ok mhash mhash devil 装好了吧 好 再来一次 再重新抗黑给一次 再重新抗黑给一次 就已经进入位置啊 在n.x的楼下 当然了各位将来如果在互联网上 就是你自己去做实验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包不是系统自带的 对不对 我们想找一找那这个相关包怎么办呢 当然你先google去搜一下 搜一下mhash.h 或者mcrab.h 看谁有谁提供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您去到这个目楼上去搜 我们只能给大家介绍过的 叫rpmfund.net rpmfund.net 在里边搜 你比如搜一下mhash 它会告诉你有很多格式的mhash 你看 有用的啊 红毛6上的 有用的红毛5上的 而且有32位的 有64位的 所以下一个对应的版本就可以了 听懂了吗 ok 一定要下一个对应的版本 给你的平台和给你的操作系统版本都要对应的 就在这搜 或者你在这里自己指定系统 指定平台 然后指定i686 ok 再search 它就直显示i686 ok i386 i686 当然可能 像这里啊 主要是这里 i686 有1126的是吧 你发现没有1125的吧 所以有时候可能能找着 有时候找不着 这个还比较痛苦啊 说到这个点点 还有另外一个 叫rpm porn 好像是 叫porn p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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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对 搜一下 rpm porn 不是那一个 我真忘了 rpmporn.net 也不对 忘了 喝到详细的时候也给我说吧 别耽误时间 好 知道到哪去找 像这一包 我之所以在sauce的目录中提供 没让你使用yam install 直接装 那是因为系统没有自带 有些包可能不是系统自带的 再注意这一点 好 我们来看这里的pp confer是不是结束了 人家3q了 是吧 那说明 第一步没问题了 那第二步 就是make 第三步就执行make install make install 结束以后 那要为我们的pap提供配置文件 pap的配置文件比较独特 要放到etc 叫ini 叫php.ini 而这个文件在哪呢 这个文件在我们pap编译结束之后 在对能动下就会有 其实你不用编译 它也会有 看这叫phpini- 一个叫development 一个叫production 什么意思啊 能猜到出来不能 OK 一个用于开发环境 一个用于生产环境 那我们应该用哪一个 OK 生产环境的 所以把这个复制过去 放到etc目楼下 叫php.ini 即可 那我们安装以后 要不要启动服务 要不要 OK 把它编译成 它已经模块了 是不是 所以不要启动服务 一定要记清楚 要不要启动服务 我要看你的工作模型 要做成fas cgi 要不要启动服务 要 所以一定要弄清楚 那有人马上就问了 我怎么做成fas cgi呢 给大家提醒一下 要想到支持fas cgi模式 很简单 把这项改一改 把这项 你看这项 不就是表示编译成模块了吗 把这项去了 给它改成 杠杠 enable fpm 即可 这表示启用fpm功能 那这就是fas cgi模式了 而在fas cgi模式下 apache和pap的结合机制 还是有着巨大不同力 配置过程也是有着很大不同 所以我们先不说 它是怎么做的 当然我先给大家说明白 将来我们如果需要 自己手动编译安装 fas cgi格式的pip的时候 要使用这一项就行了 注意这两项不能同时使用 对吧 你不能既是模块 又是fas cgi 这是不合适的 OK 好了 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pip的编译安装 等到编译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进来就可以用了 但是要真正让这个平台 能够完整的工作起来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配置 这个配置过程 我们下午再接着说 中午先说到这吧 大家先能装好 至于怎么配这 我下午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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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